美國國土安全部宣布 下月1日起 台灣成為美國免簽證計劃的第37個地區 屆時 台灣居民只要上網登記 並叫$14美元 就可以在兩年內多次出入美國 每次逗留不超過90天 全球美國大使館也會加快處理簽證 刺激旅遊業 台灣方面歡迎美國的措施 認為是標誌著雙方關係進一步提升 增交部信 當局預計 可以節省數二億計新台幣的簽證費 據美國統計數字顯示 去年赴美的台灣民眾由29萬 花費11億美元 有分析認為 美國除了想借助新措施吸引遊客刺激經濟之外 也是回應台灣撤銷美國牛肉入口禁令 但是美國仍然未將中國大陸納入計劃 白宮指 措施不是要向北京發出任何信息